台北金山八燕聚落 细品平原风光 位于金山的八燕聚落并不是个观光景点 也没有任何的油气设施 它不过是渡会边陲 一个仅有二十多人的农庄 一片在忙碌生活中清新淡雅的小品 这里的居民平均七十多岁 依然每日夏天带回最新鲜的农产 依然用姑婆玉来包裹物品既传统又环保 老阿贝还在用戏竹做哨子 说是骗小孩用的 许多人还住在一百多年前 鲜明就地取材 以火山岩砌竹出的房子里 在同样以石头砌出 家户门前都有的水池边 用山泉水来洗笛 这仿佛时光停留 充满田园风貌的聚落 其实也不是没有改变 只是它最大的改变 是修复历史遇百年的水镇 拆掉水管 让石器的勾取再度流水漫流 水流沿着地势蜿蜒 也让鱼虾有栖息的机会 这持续幽流流进了田里 让曾经因为不利机械耕作而死气稻作 既能荒废水镇的梯田 最近三十年的中断后 又开始种起了水稻 八岩聚落的改变并非大张旗鼓 很多也只是细微 这让许久未见梯田水稻的当地老人 红了眼眶 也让有机会来到乡间的游客 看见八烟聚落鲜明的智慧 这由气实梯田水 所构成的自然与人文面貌 众新闻新北市报道